彼得塞勒斯是奥斯卡影帝喜剧明星 1964年 在他第一次心脏病发作的时候 很快就失去了生命迹象 就在医生宣布了他死亡之后 他又活了过来 之后他描述了灵魂离体的感受 他说他觉得自己从身体里飘了出去 看到了一道令人难以置信的美丽明亮的白光 他知道那是爱的光芒 他认为那个光就是上帝 之后他看到从光中出现一只大手 他试图去触摸它 去抓住它 然后他听到那只手发出的声音 还不是时候 你回去吧 完成你的使命 当那只手退回到光中后 塞勒斯的心脏又开始跳动了 他极度失望地醒来了